骨骨头致患术后六不药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周双利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人医师 骨头致患术是髋关节疾病的 常见的重要的治疗方法 骨头致患术后常说的六不药 是很关键的非常利于康复 第一呢就要求不要下地 不要早期下地 第二呢不要下地负重 或者是长距离的行走 第三呢不要侧卧 第四呢不要盘腿 第五呢不要宽关键内收 第六呢是不要外旋 这样子呢防止伤口的裂开 或者是防止骨骨头的早期脱胃 注意事项呢非常多 这六不要是最基本的 当然了术后早期呢要注意伤口的情况 比如说早期伤口的出血 早期伤口的疼痛 早期它的活动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相应的要注意防护 它血栓的形成 压疮的形成 或者是它消化功能的恢复 还有其他一些 比如呼吸道的 消化道的一些并发症 5-688-688-0010的发症 0-1088-2003 0-1088-7688-22 0-1088-001 1-2-875-001 0-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